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小军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切西瓜是怎么切就是这样 切下来 所以为什么叫南北种种的切西瓜 戴着帅气安全帽 骑上坐骑小叮当 为了宣传基隆今年两大活动 9月的韦市台机车 基隆大会师 及10月的金融城市博览会 已经10年没有骑过机车的 金融市长牛昌 在车友会邀约下宣布 将化身热血骑士 在3月12号挑战长达700公里 俗称台湾切西瓜的 24小时骑车 南北大众走壮举 他更直接呛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一日双塔活动早已经是老梗过时了 柯P市长的一日双塔 已经是老梗也过时了 那我来教柯P市长 时下年轻人最汤的 24小时不断电 切西瓜 南北种走的大冒险 这次是因为我们刚好在 今年9月份 韦市牌要在基隆大会师 有超过5000名 韦市牌的车友要会师基隆 另外10月份 基隆有城市博览会 我们趁了这一次 我们车友的一个邀请 那我们共同行销基隆 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大冒险 那这个活动的一个行程 有非常高的一个挑战性 那一般大专生是在 每年的7月份暑假的时候 来做这个挑战 24小时不断电 然后从这个最北端 骑到最南端 那我们这一次是选择在3月 天气也是比较冷的时候 所以难度也更高 那我们借由这一次的 那个切西瓜活动 来推广我们的基隆市观光 然后欢迎全省各地的车友 到基隆来 除了挑战24小时 从基隆骑机车到屏东墾丁 牛昌海表示将在全台公路最高点 武岭吃基隆著名的凤梨泡泡冰 更要带着知名的基隆骂玩 及全家府元宵 到屏东给屏东县长潘梦安品尝 这个武岭 我们预计当天的温度应该是两度 在武岭山上吃基隆最有名的凤梨泡泡冰 那另外我要特别cue一下潘梦安县长 那上次他讲肉圆 我说我们基隆的肉圆是全台湾最好吃 所以我会把基隆的肉圆准备带着 然后请潘梦安县长把香菜准备着就好 另外这个元宵节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基隆的元宵是全台湾最好吃的元宵 我也会带一盒基隆最好吃的全家府元宵 到屏东去 那这个请这个潘县长 在这个墾丁大街的门口等我们 那这个我会把基隆的美食送到 牛昌强调这一次活动挑战性极高 不但距离超过700公里 海拔高低落差达3000公尺 高低温差也将近30度 他会做好万全准备 依照车友的专业建议 一起完成这次行销基隆的大冒险 台湾不专业 想 记者张奇谈金融报导 小朋友开心的享受爬梯掉单杠及溜滑梯的乐趣 指乎超好玩 大的这个溜滑梯非常的刺激 然后它爬到上面去有一面镜子 然后那个镜子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跟你 旁边的小溜滑梯 因为它速度很快很刺激 我觉得那个单杆很好玩 因为那个单杆可以顺练手部肌肉 然后这样掉过去 你也会很有成就感 那边很好玩 它可以居高临下一来无一 在全校的风景都可以看得到很漂亮 这是基隆市少人国小新设置启用的儿童游戏场 简约造型搭配多功能游具设计 狠获学童好评 更特别的是 还有一群热心家长参与规划设计 让游戏场更能符合学童的需求 老师带着我们家长还有学生 一起做了研究之后 然后统计一些 他们需要邮具的设计图 对 然后我们就到国家署去申请经费 那之后经费很顺利的下来了 但是还是缺了那么一点点 所以市长帮我们补足了最后的经费 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大的邮具 积极推动一区以特色公园 与共农邮具改造的基隆市长牛昌 也很开心家长的参与 上人的这个游戏场 是经过学校跟家长还有小朋友 他们共同的去讨论 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邮具 跟游戏的一个空间 那共同的一个设计 最后得出来的一个成果 所以也是最符合校园规划跟设计 我们的一个理念跟原则 然后很高兴看到他们玩得这么开心 除了上人国小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今年基隆市七个区都将有学校 完成农入在地特色的儿童游戏场 暖西国小的暖私乐园 还有成功国小以音乐为主题 深美国小以树屋为主题 那另外还有独南国小以大船入港为主题 我想这些都扣合我们基隆市的特色 以及学校在地特色来做发展 除了校园游戏场 包括中正公园等 也正在进行游戏场改造等相关工程 希望摆脱死板板的罐头邮剧 让家长与小朋友享受更快乐的亲子时光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打不开 打不开 急救用的学校爱心伞 把把毁掉 有一些同学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 是大太阳 所以没有带雨伞 然后他们来到学校之后 就开始下大雨 所以就没有伞可以回家 我们学校的爱心伞有些已经坏掉了 没办法给每个学生用 所以我们想要增加爱心伞 让每个学生都不用淋雨回家 学生在班会上提出 校长成立国立即请托家长会顾问 同时也是和乐狮子会会长的林峰宇先生 会长感谢西丁国小这次愿意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们和乐捐赠爱心伞 狮子会的宗旨就是取知社会 用知社会 捐赠爱心伞与捐款仪式上 林会长也捐赠了5000元 同时也邀请东方狮子会捐赠5000元 作为表扬比赛优秀学生教师的奖金 在这边我代表全校的狮子会 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狮子会的捐书感恩 捐赠仪式后进行两场势力保健 与儿童癌症的胃教宣导 将儿童癌症初期有七大症状来告诉小朋友 希望透过这个让他自我检查 能够及时的来发现 透过活动感受校友们对母校的回馈 也期待将这份爱传承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由十所校长们代为接受的奖助学金 来自基隆市公益协会与基隆开机老大公庙 今年两单位首度结合 让爱延续 公益不间断 我们希望把爱延续帮助更多的小孩子 感谢这次的基隆公益协会丘理事长的邀约 让这个爱心能做得更长久 让这个爱心能做得更 帮助到需要帮助的小儿童 非常感谢基隆市公益协会结合老大公庙 来协助我们基隆市两所国中八所国小学生 提供他们奖助学金 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路途上 有贵人相处可以学习的更顺利 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老大公庙 以及公益协会的赞助 让我们这些有困难的学子呢 能够无后顾之忧 然后能够专注在他们的功课学业上面 非常谢谢大家的爱心 尽管大环境不佳 处长及校长们感谢公益协会 与老大公庙持续送出温暖 鼓励学子能够在求学阶段 依然能够奋发向上 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我们就是要确保消费者的安心 真伪的虾仁包进水饺内 一整颗的饱满水饺 看起来相当讨喜 而一整锅的七彩水饺在滚水里翻腾 看起来超吸睛 红色水饺是胡萝卜汁 绿色的是菠菜汁 黑色的是墨鱼汁 还有用紫地瓜天然的花青树 染成的紫色水饺 以及南瓜黄色水饺 一共五种颜色 这个五行的水饺就是 我们用蔬菜的元素去设计 对对对 然后因为现在国人 因为现在国人的食安问题都很严重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消费者吃到糖分少一点的东西 盐巴少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们去以这个做设计 李哲小平头 他就是生产水饺的老板吴婷燕 但不说您不知道 年轻时候经常流连红灯酒绿 还做过讨债工作 是警察眼中的头疼人物 不过自从父亲过世后 突然领悟到人生 开公司卖水饺翻转人生 我曾经放过款 就地下签装 然后就讨债 以前也是流连酒店闹事 然后走在路上都要躲警察 不避讳去谈过去荒诞人生 印象中父亲在生前 希望他用自己力量去回会社会 如今先捐赠一万颗水饺 慰绕消防人员 未来目标是捐出一辆救护车 料非常的实在 非常扎实 咬起来非常扎实 不多知 是很方便啊 有时候出勤回来 热水烫一趟倒下去 同仁就可以马上吃 所以我们赶快均加大水饺 让我们弟兄24小时 值班可以吃个吃的更温饱 以去外面孕妇更多的情务 当时是因为非常潦倒 所以他对父亲的这句话 他不放在心上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他一直还是铭记在心 所以他在今天一个捐赠场合里面 他也花下这个宏愿 他说以后他赚多钱以后 他要再捐赠这个救护车给我们 一颗又一颗的水饺从滚水里起锅 水饺内线丰富营养 让消防队员吃尽嘴里 暖在心里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 数千步强档一句随你挑 电视轻松看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线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两千四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 安乐区长乐里长张德发 看着手机里面的照片表示 热利三街天交社区外面的人行道 因为没有路灯 晚上昏暗 二月初时导致一名女子跌倒受伤 希望能够设置路灯 避免再次发生意外 女儿子跌倒之后 我把事情扶出来 然后到公务处 看能不能增加照明设备 这样以后住户在那边 行走的话比较有安全 里长向机动市议会副一长林佩祥 陈勤后反映给机动市政府公务处 由公务处方面办理会刊 副一长林佩祥和市议员郑凯琳 都到场参加 要求公务处尽快改善 一个就是在乐利三街对面的路灯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照明 让这边行走的好朋友 能够清楚地看到地面的状况 第二点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这边的阶梯 能够做大幅度的改善 尽量创造一个所谓无障碍空间的行走狼带 让未来的好朋友 不管行动方不方便 在这边走路的时候都会降低危险 如果说像现在的是我们斜坡跟楼梯共存的话 是不是能够全部都改成无障碍空间 用斜坡的方式这样子延伸下来的话 是不是就算我们行人在走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会跌倒 或者是脚忽然拐到 忽然没有看到是楼梯还是斜坡的方式 这样子让它一路平行下来 不过市政府公务处公用事业科长表示 因为涉及私人土地全署问题 依法没有办法设置路灯 只能同意三月底先加强 对面人行道的路灯亮度来因应 三月底的照片可以加强 是的 然后可是坡度的话 夏天之前可不可以 坡度的话我要 暑假之前可不可以 问一下我们廖科长 看他大概 有没有机会 没办法可以成功 会看后也决议将把人行道出口处 原本一半无障碍斜坡 一半楼梯的现况 全部改为无障碍斜坡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改善工程 公用事业科指出 只能先回报处理面后才能再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和德河国小校长李建民 一起蹲下来查看重铺过后的路面品质 由于中山区德河国小校园上下坡路段 路面崎岖破碎凹凸不平 因此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利用议员建议款80万元 先修补大门口下坡路段到学生接送区的路面 目前已经大致完工 校方也特别规划出学童老师人型专用绿带 错开车道维护师生安全相当贴心 平台相关铺面的一个整品 或是水沟这个部分的一个整品之外 那我们也有做了一些人车分道的一个规划 那希望孩子能够在人型的专用道上面来行走 那避免跟车子做一些交汇 以增加孩子在这个上下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 那我们也特别做一些规划跟思考 市议员张炳君很用心特地赶在工程完工后验收前 并且安排在学生下课时间 先前往现场勘察品质发现缺失 包括新旧路面接缝处不是很平整有裂缝 以及解水沟路面不是很平整 车子碾过时部分勾盖容易翘起来等问题 张炳君都提醒校方 在要求工程包商进行改善 务必保障学生老师和家长行的安全 我们也顺利的争取了80万 先作为局部的修复 那也看到校长的用心 把做一些人车分离 还有我们人行道 甚至我们一些路面的整瓶 还有水沟的整瓶等 那其实也让我们的学生跟家长 在接送的路途上会更加的安全 当然我们因为今天现场产看 还是发现到有部分的缺失 或者是还可以再改善的地方 那我们会在利用验收之前 要求厂商一并作为改善 我们也希望提供更好的品质 给所有的师生还有教职员工 让他们都可以心得安全 都可以快快乐乐上学 平平安安的回家 张炳君强调他非常重视工程品质 不会只争取以及运用改善经费后 就不管后续失作的工程品质 他会持续关心 要求工程品质做到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 记得Sara Gowan 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少节目 制作单位深入原乡 深度记录部落的记忆文化 召唤远民青年 一同完成盛大的仪式 这次很高兴非常可以 就是得到五颗星的这个奖项 然后非常谢谢就是制作团队 以及就所有就是参与这个节目的 不管是目前幕后 还有以及就是所有的部落的主人 都能谢谢他们能够就是 参与这次的节目的录制 那当然就是很开心 就是评审也看见了 就是我们很辛苦制作出来的节目 这节目的确是要花很大的心力 就是去到部落 然后就是深刻的计时 部落所发生的事情 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对然后真的很非常谢谢 优质五星儿少节目 内容忠实呈现原民的生活样貌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美观也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各市场拥有不同特色产品与美食 吸引国内外民众喜爱 近期华山市场 士林市场 大直市场 荣获经济部四星标章 为了回馈给消费者 特别寄出200元电子消费抵用券一万份 也让民众花的锅饮收到好力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松鼠公共 他们的主打是法式与各国经典手工商甜点 那个可立他们是外脆内Q 哇 它很道地的东西 然后外带这个是柠檬口味的马德莲 他们也做得很道地 也是我们华山市场唯一的人气商家之一 这个是我们华山上面的福祉饼店 是 它有爆浆蜂糖太阳鱼 它是加拿大有机蜂糖制作 再来是华山饼 华山饼它是用五种坚果 香酥好吃 杰林的这个很用心 也是我们士林的代表作伴手礼 吃起来对健康都很好 这个杰林的很用心 观光客必买的伴手礼 必买的低糖 而且用的是海藻糖都非常的健康 另外如果有些人想要吃黑糖补生 但是又没有时间熬煮的话 这个很好吃耶 生品五味 对 生品五味 这个感冒来吃的话很有效 对不对 感冒来当天的时候 你看一瓶湿的话 一定要喝姜汁 顶黑酒 台湾肉干食品 我们40年来坚持用温体猪肉 绝对不添加摄素 是 因为摄素吃了 对小孩子的会产生过动 对 因为我们大臣很讲究轻 对啊 过动额产生太多的过动额 对社会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好几十年就坚持用 不用摄素了 今天是抽出这样的一个奖项 其实也是鼓励大家 可以来这个市场消费 那透过这种消费诱因的吸引 让更多人 更多的市民 来享用我们新的市场的美食 林冲杰局长表示 这次活动吸引超过三十亿万人 上网登记抽奖 民众反应热烈 未来也将持续办理相关活动 刺激市场买气 同时让市场的环境卫生 产品价值维持良好信誉 消费者也能安心购物 享受优惠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像这样受到特别关注的言语 时常在网路上发生 全民大剧团全新舞台剧 成像起风了 以亲身精力出发 拆解网军带风向的操作模式 让观众了解恶意霸凌 与旁观角色的独白 也鼓励遭受相同经验的人 不因为被攻击而感到茫然孤单 我们这次创作呢 基本上会有很多的投影 跟投影做结合 因为是一个讲网路霸凌的 所以整个舞台可能会 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我心里面觉得它应该是 有很多的光跟线条 所组合的一个 很奇幻的一个舞台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这一出戏应该会跟 演出当下很多时事作结合 因为我们要介绍这一个东西的话 就必须透过台湾 正在发生的事情 让观众一点出来 大家就会了解 剧情以网路霸凌开端 一群人决定组成行为改变经销商 试图改变逐渐失控的网路风向 饰演男女主角的吴定谦夏雨桥 也对故事与角色有所见解 网路时代的好处是 它的平台非常自由 就是以前比较多的消息是由上而下的 但现在是一个平行的 大家都可以随意讲话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大家其实因为有这个自由 所以有时候每个人对于分寸或是这件事情都不大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蛮容易看到很多事件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在下面的留言有时候不是那么理性 那有时候有些人看可能觉得还好 就是每个人对于幽默感或是每个人对于道德伦理 他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把尺这样 那有时候不小心可能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之后 你可能会伤了他的心 这个剧本当然我们还是以一个轻松的基调来出发这样子 那也许在就是看一看 笑了笑轻松之后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想一想 在网路这个新世代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跟虚拟的人相处 当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的确很容易就会变得很脆弱很受伤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演过一个女孩子 她就是在网路上被霸凌 然后最后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这一次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在这个戏里面我是相反的 我这次要演的是网军 是要欺负别人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很多事情都是有原因 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其实不只是要告诉大家 被霸凌的人受害者 也可以告诉大家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不小心你都成为了网军 你都是成为了霸凌别人的人这样 除了夏宇桥 吴定谦 编导也找来陶传正 汤志伟 LB 吴世伟 吕少奇 龙龙 刘朴 等演员一同诠释现今网路时代 所面临的社会议题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